依逢假日国民党议员服务处电话 确实接到手软话筒 另一头都是韩奋的焦虑声浪 可能随着候选人越来越多 然后时间越来越冰晶 确实支持着打来电话的情绪有比较起伏 基本上打过来的电话 大概都是说韩国瑜市长 是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 不少支持者强调非韩不投 议员罗志强却说 非韩不投根本是绑架全党 那么难道郭粉不能喊非郭不投 朱粉就不能喊非朱不投吗 什么时候韩国瑜的一己胜负 超越了国民党的胜负 非韩不投论调的人 恐怕自己还没有走出蓝绿对决 这样的一个旧时代的格局 就代表了我们希望台湾政治 能够走向的一个选人不选党的时代 正式的来临 他代表的很多选民 他支持韩国瑜 但是并不代表他支持任何一个政党 罗志强言论不仅引来蓝音不满 网友也炮轰 韩粉不一定是国民党的粉丝 有可能讨厌民进党 也讨厌国民党 还有人说国民党跟郭董 想上演歌到尾戏码 想将韩国瑜提出局 这才是引起众怒支持 非韩不投的原因 韩国瑜人格特质 可以吸引到一些过去 非国民党支持者 但是因为他的声势 非常的高 非常的旺 那也凝聚了国民党 对他的支持共识 韩国瑜跳脱蓝绿 引领新的政治氛围 对韩粉来说 2020这局是国民党 要蹭韩国瑜 不是韩国瑜要靠国民党 选票跟着秃子走 当然非韩不投 借陈津王瑜特报道